各位聽眾 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早前特區政府的統計署公佈了一個資料 說在過去一年所謂正移出的人口去到九萬 所謂正移出 未必一定是移民的 有些人可能是因為疫症的關係 出了去做事 回不來 這些語言藝術的說法 大家都不太幸運 一般人來說都是用九萬人過一年 離開香港移民 作為一個數字去看 究竟什麼人走了 很多不用報 大家知道香港人移民 出了去 用旅遊的方式走了 不回來 不用報 說移民 回來 搞定回來 也不用報 說移民回來 所以問一下業界 究竟什麼人會走 有一個移民公司的創辦人 接受電台的訪問 他就很清楚 用他的個案 他的客人 究竟是 什麼人找他幫忙呢 他就這樣說 這位就叫做司徒詠儀 他說一年內近九萬人移來香港 這個移民潮不是現在才有的 其實2019年已經爆出來 他就說我經歷過上一代的移民潮 上一代通常都是媽媽和兒子去 然後爸爸留在香港做事 現在就叫做太空人 太空人的意思就是留在香港 我就沒有太太 太太不在身邊 叫做太空人 那個情況 我想大家都知道 上一代那些 過了那邊 然後爸爸在那邊做事 找到差不多一刻就過去了 然後如果在那邊 又未到退休年齡 又未必是 找到一些好的工作 幾年之後香港的情況 好像沒有什麼大的變懷 真是馬照跑舞照跳 那就回來 於是在香港就連根拔起過一次 然後就在那邊連根拔起再回來一次 那現在呢 有很多人就連根拔起再過都去一次 即是一生人裏面 由可能是三十多歲開始 現在拔到六十多 七十多歲都要再拔一次 這個就是香港人淒涼的地方 在這裏 他說今次呢 這位移民顧問就說 今次呢 不是 是一家人齊齊齊走的 不是個媽媽過去和兒子過去先 就是個老爸來都找事做 不做太空人 一家人齊齊齊走 什麼人走呢 他說很多人走的 就是有意離開的專業人士 這位司徒女士這樣說 教育界 社工 護士 教育界裡面有 校長 副校長 會計師的合夥人 律師 醫生 大把 專業人士 大部份是專業人士 這個也是很合理的 你不是專業人士 那你移民其實就是 家底不夠豐厚呢 都要捱 我都見到在網上見到有很多 就說 我有大概十幾萬職速 可不可以過去 這樣就要捱 有很多要 去到外面不是那麼容易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做的薪水也不高 這樣 如果你有小孩的話負擔也很重 那麼多人就有家底那些 算一算數 我可以 退休也可以 這樣就去了 剛才說我賺 年輕盈盈的 要想想生計 即使有錢都好 不可以 跟著幾十年什麼都不好做 於是 算完數之後 就可以了 在這裡吃幾年谷種 有機會 重出江湖 通常都找不到自己 自己的專業工作 那這位司徒女士就說 我想他們感覺變化最強烈的就是 覺得這個世界已經變了 他跟著這樣說,還有什麼呢,最賺錢的iBanker都說要走 即是那些投資銀行那些,你知一個 IPO,一單可能會賺幾千萬的那些,都說要走 他說這些人走的原因,九成九呢 都是說為了個兒女 跟著下一句就會說,沒眼看 有些東西不想再聽 不想再看 這個是不是你的心聲呢 我覺得是 那種無奈無力的那種感覺 這一邊商就覺得,現在搞那麼多大龍鳳出來,要槍有槍,要炮有炮,要法律有法律 碰了,香港回復平靜 但出來那些 即是,無論是案件也好,政策也好,無論是 即是放在學校也好,放在什麼地方也好,公務員的系統也好 你真是覺得頂不住 有些是很多是隔壁來的 於是就 不想再聽,不想再看 就不如 暗然 離開這個地方 即是在機場 你看得到那些 即是去離開那些,在這個 去英國的航班 即是 目的地的航班,很多人在這裏 大家都是 不是很興奮的 都是愁眉心所的 都是兩眼含淚的 這樣走的 去送機那些也好,走的都是 因為會覺得前路不知道怎樣 但即使前路不知道怎樣也好 都想離開一格 一個 前路更加不知道怎樣的地方 我看到一個究竟是什麼人,有些個案是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教學界嘛,剛才那位移民顧問說 信報月刊就訪問了一個 中學的副校長 他就其實就未到退休年齡 五十多歲的 五十多歲 他就五十多歲 提早八年多退休 情況是怎樣呢,大家都知道 當老師 其實收入真的很穩定 穩定 但是 所謂課膽,教書都壓力很大 但是有滿足感 希望 傳導授業計劃 將自己的一些 除了這個書本的內容,將自己的 看法,研究新教給學生 是有滿足感的,看著他成長,看著他做事 圖理滿門 跟著就從小看到他大,現在大了 看到他又 拍拖,結婚,生兒子,做專業人士,學業有成等等 回來找你,多謝你這個恩師 滿足感很大 但是 除了這個身高穩定假期多 滿足感很大之外 你要看到今天很多老師 在這個大的急劇的轉變底下 這個新的常態底下 很多都是想走 大家知道 很多調查,解散了教協 還未解散了,宣佈解散了 早前做的調查 四成的老師在想或者計劃 移民 中學校長會也做了調查 其實 7至11月 提早退休的離職 2021年比2019年 2020年比2019年上升了15% 有些學校 有些是移民 的數字 非常之大 估計 這個數字 離職的數字 越來越上升 越來越多 你究竟什麼叫離職潮呢 這個都是一個 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是不是走一半才叫離職潮 走10%就不算離職潮呢 很值得討論 他們離開的原因 教育政策混亂 非教育專業的人 擔任局長 不明白業務的情況 行政混亂 不尊重前線工作者 有些團體對教育界 政治批鬥 歸咎教教師 政治靈教專業氣氛等等 到今天 可能情況 會更加嚴重 大家都不想了 不去討論 二話不說就走 尤其是現在就快開學了 一位中學副校長就接受媒體的訪問 52歲 一般是60歲 才退休 60歲才退休 還有8年 或者8年多 當 這位 還有8年多 的中學副校長 打算終身做到退休的時候 就突然殺出來 港區國安法 他就把心一橫 沒有 走 因為英國有 BNO5加1 於是舉家就移民 他計算了 做了8年他最少有 1000萬 即是薪水 副校長薪水不錯 加上 公積金 他是公積金的 老師也很好 你突然不做 新水道工資金都斷了 最少損失 1000萬 為什麼要這樣做 五月的時候就已經 不用等到今天 他就說 這個講五月就是 港區國安法 生效的五月 2019年 他說香港變得很陌生 香港能夠成為國際 金融中心因為夠開放 有基本法 普通法 人權和新聞自由 他說要維護國家安全 他認同 不過 言論自由有限制 但是現在什麼都是國安 言論自由有限制 什麼都說不能說 跟我理解差很遠 跟著他就說他是教歷史的 中國歷史 也都兼教通識 做副校長也要教 跟歷史的角度分析現時的教育環境 二戰之後香港成功起飛 就比其他英語系的國家 甚至比英國還要進步得很快 關鍵 是制度有改善 例如 有廉政公署打貪污社會才可以進步 他說過往的香港 獨特因為是 多元和包肉 你現在不是的 現在全部都是上綱上線 不要說其他 從政那些 遠離政治很遠的 教學界 都動一點給別人 上綱上線 就是整完一個 釘牌又整另一個釘牌 其實沒有什麼的 可能在網上發表一些 自己的看法 畫幅漫畫 就是釘牌 就是沒有得談 不會大家有商有糧 不會跟你 說一下究竟你出了什麼問題 甚至 在這個釘牌之前 根本連身邊的機會都沒有 現在越來越走向單一 顧暴自封 他有些觀點不是一定正確的 那你就談一下 拿出來講 是不是 不可以談到就行了 大家可以不同意 Agree to disagree 都可以 現在香港不能 Agree to disagree 只是一套 說完 一錘定休 根據事實發表不同的見解 這個是一切 好像這位 聖吾的 這個 中國副校長說 Go on with the wind 隨風二世 讀歷史就是鑑鼓資金的 不想太離地 希望用實質的例子去類比 其實 教書就是這樣的 教歷史的時候 教歷史是說 趙康印 這個宋朝 立國之軍 怎樣杯酒式兵權 等等 你不用這個 現代的例子去說 大家就不太明白 有軍事政變 擔心 什麼國家曾經出現過軍事政變 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 這些例子 不能說 他說 去年通識教科書的內容有大變 將自由民主人權 甚至可以持續發展的概念 當是西方文化的入侵 這位 教歷史的老師兼副校長說 改過籠 人權是什麼來的 大家取了異戰的教訓之後所得到的共識 我真的不知道 通識科裏面 將這個自由民主人權 可持續發展 都是 西方文化的入侵 不是補充 中國傳統沒有人權觀念嗎?當然有 是不是 但是跟西方人權觀念可能有些不同 測隱之心算不算人權觀念 文儒子加入於井 就會動了這個測隱之心 是不是 算不算 一種人權觀念 一種善心 大家可以互為補充 為何覺得純粹是西方人權 西方的概念入侵呢 他又舉個例 他說 元朗信義會中學歌唱比賽 學生就是銀河修理員 就唱這首歌 最後就唱這個 原來的歌詞 被學校取消了資格 兼要記大過 他說未按校方要求他改亂世對抗的字眼 就記大過主分 他說 他說 令我想 開始想 思想 自我審查越收越緊 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怎樣界定那條紅線 這個大家都知道 學校就做得很盡 現在還要 最新的情況是怎樣 這個教育局在立法會那裏說 國安的元素放入每一個科裏面之後 是每一間學校的科主任 不同科有科主任 要負責夾實 看做得好不好 做得不好就是為你市民 副校長可能 都要負責這件事 寫報告 究竟講一下自己學校那個 國安的情況是怎樣 開學的時候就要寫 過往是怎樣 過一年之後 這一年是怎樣 副校長 副校長 科主任要做很多跟國安有關的事 要他盯緊 究竟老師什麼 課程的糧 合不合規矩 你想想 壓力有多大 他說現在就很怕督灰 好像秦朝那樣互相監視 有這個 15年作法 這種社會是不健康的 即使是說新加坡 他說 有部分事由受到限制 起碼是執政黨經過選舉洗禮 表現不好都要問責 雖然 差不多永遠不會輸 同一時空底下 香港官員的民望長期 負分仍然是繼續觀問亨通 信奉 信奉的真理 今天就風吹雨打 這位 副校長就投身教育界三十年 不知道 再教育下一代 他希望自己信奉的價值觀念 毫無保利和子女分享 如果身在香港 要考慮說話有沒有後果 我經常都這樣說 我知道有些家長 即是有些人說 公民社會散了不要緊 教育現在這樣散了不要緊 我們還有家長 我們還有爸爸媽媽 我們可以組成一些小組 把那些正確的觀念告訴我們的子女 我聽完之後 我心裡很漆漆言 我會覺得感覺 就是 覺得很難過 原來教育這樣 我們又要送子女去這些學校那裏 教 受教 教完之後就告訴他們 就是 洗了一次老之後回來又再重新洗過一次 告訴他們 不是這樣的 正確的不是這樣想的 那麼然後呢危險的地方就是如果他接受了爸爸媽媽的肚子法 回到學校的時候就講的時候 就會有危險 如果做一個正常的人為什麼要這樣呢 是不是 那麼 就是 這位吳校長吳副校長他就這樣說的 他說有些人覺得 香港這個亂源來自就沒有了這個國情教育 他說我教中史就最清楚了 2008年什麼時候2008年呢就是這個北京澳 他說2000年政府不重視的 這個歷史 幾乎要取消 到2008年 因為有驚傲 認同自己中國人的比例高於香港人 他說如果因為純粹教育不愛國的話歷史都不教 國民身份認同是怎麼來的 他現在就說很感恩 曾經在舊的香港成長 在 小時候就開始吸收不同的思想 這套價值觀是會陪他走下去的 拋開一切對新地方開始 重新開始 他說沒有感到後悔和不捨 舊香港已經過去了 現在 不再用 不需要這個 瞻前顧後 此心安處 是吳鄉 我覺得這位副校長講了很多香港人的心聲 尤其是教育界的心聲 他會特別感受心的 因為教育是做人的工作 人影響人思想影響思想的工作 亦都是受到這個 特區政府特別重視 特別抓緊 就是 就是 有很多所謂 完善 完善了政治制度之後就要完善這個教育制度 就找了很多的方法 除了要清除他認為那些 不適合聽的東西 不適合看的人之外 他要改變整個教育制度 很多人感受好心 尤其是在香港教了很久的人 尤其是有小朋友的人 你感受就會好心 那你會 會覺得自己的 子女 不是小朋友 可能已經是青少年或者成年 無論是小學中學大學 去 接受教育的時候 你心知肚明完全明白是什麼回事 那你忍不忍心會繼續接受這些教育 唯一的辦法 就是送他離開香港 自己提早退休 1000萬 1000萬重要 還是子女的將來重要 很多人都懂得衡量 繼續支持我的Patreon 繼續支持我的心情 很快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好 早前呢 我在這裡向大家介紹這個 NOT VPN 除了可以保障你的私隱隱藏你的身份之外呢 有些秘技大家可能不清楚 例如大家有看Netflix 有些片是美國才看到的 香港是看不到的 但你透過VPN登入了美國的網址 有機會看到在美國播出的電影或電視劇集 例如在網上買一些貨品 或者訂機票、酒店等 有些公司的規定 如果你在當地訂的話 你有機會拿到比較大的折扣 通過VPN登入了當地的IP address 你有機會買到比較便宜的機票 或者訂到比較便宜的酒店 不過每間公司的政策都不同 你可以試一下 看看是否真的做得到 現在訂了VPN就可以拿到一個比較大的折扣優惠 透過這個網址 以及用優惠碼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三二折 一個兩年的計劃 平均一個月是3.71美元 還加送一個月免費 一個大小 六個設備可以一起上網 挺好用的 大家不妨試一下